周杰伦即将在12月份在台北的大剧 但是举办演唱会 今天中午是开卖了购票 结果很快就卖完 让很多的粉丝就大喊实在是抢不到票 不过相对这也可以看出演唱会的商机无限 除了周边商品销量提升 对人类需求也是大幅增加 根据调查呢 从演唱会的筹办到开唱 平均每个月要征才7400个人 高薪的职务的月薪是上看6.2万 天王周杰伦将在12月举办演唱会 门票抢翻天 实际询问民众没有一个人抢到 甚至别说还没开卖就有许多黄牛喊价 就是看准粉丝买不到票 果不其然23日中午12点一开卖 不到20分钟15万张门票全部扫光 引起粉丝一片哀嚎 没有他没有抢到 他说黄牛已经翻了20倍了 就只有特定的明星才会去看 像金明星 之前去看Bruno Mars 就是有抢到当赚到 没有抢到就算了 没买到没关系 如果当相关工作人员可能还是有机会听到 因为随着演唱会热潮席卷 对人类的需求也逐渐攀升 根据人类银行统计 演唱会产业真材10月来到7400人 疫情之后成长约42% 其中最缺乏的职位包括行销计划 活动计划 灯光音响视听工程人才 刚刚的平均月薪 大概可以落在3.5到4.1万之间 那其中像是艺术总监指导这个职位 因为他负责了舞台的视觉设计 还有表演内容的编排 他是演唱会是否能赢得好评的关键 使得他的薪水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 平均月薪可以来到6.2万元 增加工作机会之外 演唱会也带动周边商品销量提升 像是周杰伦大巨弹演唱会 将推出的周边就有拍立得 手机壳联名帽子等 另外许多粉丝也会购买应援小物 吸引偶像的注意 也让演唱会的商机持续爆发 记者姚莲安 张明华台北采访报道